在大马民航管理局的一声令下 我国研发的首款飞行车 昨天是非不成 民主行动党以保东区国会议员黄家和 就把羞耻这两个字 送给了企业发展部部长 拿足思理李端 黄家和说尽管部长曾经多次强调 研发飞行车不是政府的计划 也没有动用到人民的钱 但是部长却从头到尾 大力宣传飞行车 似乎把这项计划视为干儿子一样 而在他看来 部长的高调作风 已经让人民感到愤怒 那如今还落得被禁飞的下场 真的很羞耻 企业发展部部长 拿足思理李端 从去年秒首次宣布 将研发飞行车计划之后 就不时高谈阔论这项计划 日前他甚至预告 飞行车将在昨天试飞 不料试飞活动 却在民航局的一声禁飞令下取消 看不过眼的行动党 医保东区国会议员黄家和 既昨天在脸书炮轰李端的行为之外 今天又召开记者会 用羞耻两个字来批评他 他也批评李端 既然已经说了 这不是政府的计划 但还是三不五时的 高谈阔论这项计划 让人民都混淆了 当然关于飞行车不能飞的这个情况 对我来讲 这是一个十分让人羞耻的一个事件 因为在过去自从年头 我们的部长谈到关于这个飞行车计划的这个时候 虽然他多次的强调 这个飞行车计划是属于 私人界的一个概念 而跟政府是毫无关联的 但是他在过去 从年头到现在 所提出关于飞行车计划的这个时候 已经给人民一个很大的混淆 对于民航局禁止飞行车是非的决定来看 黄家和认为 这显示我国还没做好准备 我们还没有一套 能够允许飞行车去飞行的一项法律 种种的这个迹象看来 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部长方面还没有准备好 私人界方面都根本还没有准备好 黄家和强调 他并非以国会公账会副主席的身份 来评论这件事 而是以一名国会议员的身份来评论 因此他的论调都是根据李端 过去所发表过的言论作为基础 根据国会记录到的日期 企业发展部部长曾分别在 今年3月28号 7月2号 10月17号 以及10月31号 提及飞行车计划 他甚至形容对方在过去一年来 似乎已经把飞行车计划当作是干儿子了 NDP7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